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是谁被儿场2024大剧片单深深吸引住了呢? 仅仅一张巨型海报,一双泪眼婆娑的眼,加上嘴角一丝似有若无的血丝 就这一张图,足以胜过千言万语 优秀的演员,一个眼神,足以胜过千言万语 想看负山海的心,也在一瞬间达到了顶峰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片单是分两部分的 负山海是第一部分,剩下的22部剧则是第二部分 笑不活了,这样的排面,我们家居然没有一个人吹的 甚至无人在意,全体一的眼睛都沾在了那一双多重情绪的眼神里 我也是突然发现,海报里沙漫上的字,竟然是第一次官宣时候的文案 不得不说,额场真的是有心了 换称别家估计早就营香号出动大吹特吹了吧 但我觉得不吹挺好的,毕竟一眼里只有诚意 而这些在别家看来的殊荣待遇 在一眼里,似乎都没有眼前人来得更让人开心 有诚意在,他负责专业的部分 而一直负责花吃部分琪琪和果果之间 合力分配,非常完美 你既定人死,我偏要他活 传书新武侠小说,或许从一开始他便知所有人的结局 而自己既已入局,拥有上帝视角,却无法改变任何人 隐忍,可制,别屈,怨恨,夺宠情绪等等叠加 仅凭一个眼神,即使不说话,也能道尽千言万语 用眼睛去表达故事,且情感丰富 这样的负伤海,真的让人狠狠期待了 诚意对于诠释每个角色都特别用心 极细腻又有层次感 而观众也总是不知不觉间变想靠近他 想了解他的故事 或许这就是一位优秀演员的魅力所在吧 他是剑斩苍穹的侠客萧秋水 他是居民天下的李承舟 亦是心怀锋芒的笔者萧萧 我的白月光 他走出了属于自己的独行之路 诚意对于任何一个角色 从未辜负 只要有他,便是心安 最后问一万果果们 假如秋水哥哥和陈舟哥哥打架了 你们站睡那边 看看你们和小编的选择一样吗 听说这张可是被陈舟哥哥打架了的秋水哥哥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